画出来 画出来之后呢 我们等于是说 我们可以在东盘登角 画出这个平面图之后 再把它长出来 那长出来的话 有几个数字 就是往上 那长出来之后 我们可以从那个 这个方向看 这个应该是左式图 左式图 应该右式图里面可以看到 往上长 那长出来的话 应该长多少 这个高度 这边有给我们一个 这个是多少 20 这个高度应该是 这个有个高度 这边是20 为什么20 这边42 重高度是42 这边是22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20 那有时候长出来的话 应该长多长 长72 减低到20 所以这个地方长出来52 那这边长出来 这个22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 这个区块 这个范围 往上按拉52 这个区块往上22 然后呢 再利用这个什么 这边有一个什么呢 面对不对 那它面要怎么做呢 这边有15度 那我们怎么样 可以让这个面往上 我们可以用旋转面 旋转面前面有讲过 把它旋转15度 让它往上旋转 OK 那这个部分呢 就做出来 再做底下的部分 那底下 它里面底下会有两只脚 这两只脚的话 就对于像这样子 那这两只脚的那个 它的尺寸的话 它的长是多少 长是30 然后宽的话呢 是多少 其实可以从另外一个图可以看到 应该是 这边 另外一个是 另外一个方向 你们大概找一下 应该是25 然后再来 高的话是多少 高的话是20 因为从这地方可以看到 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一个42 然后减掉22 那这个高度的话呢 就是20 那里面那个宽的话是25 25 我们也再找一下那个相关的数 然后呢 最后就把这两只脚做出来 就把它搬进去就可以了 不过这一题最后还要做出什么 做出圆脚 这里面的话呢 还有跟我们讲几个地方要做圆脚 包含就是说有几个地方看到的 各位可以从完成度里面看到 这个地方绕一圈 要做圆脚 这个地方绕一圈要做圆脚 他说位标注都是多少 三 所以半径为三 另外里面的地方也要做 这个里面的地方也要做 因为你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这个里面也要做一个圆脚 所以也就是总共会有 四个地方要做圆脚 那这地方我想各位先试着 把这个图大概看一下 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要怎么画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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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